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动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繁星 来到这里拜访神仙 访求仙药 当然仙药是没有的 皇帝也最后也还是归系的 但是老山从此名声大噪 道是真人不绝于土 一心求道的凡人也闻风而止 要不了多久 老山便在道教丛林中立下了万子 名声再加上威望 从此就名央四海 再也难得清静 老山开山两千年 相传有九宫八冠 七十二座名安 而道院之首则是西汉道士张连复 所创造的太清宫 历史最久规律也最大 也保存得最完整 院中名世仙人留下的痕迹到处可见 其中一颗茶画就是 浦松林在《辽宗林》在《辽宅治义》 《相遇》篇里所描述的降雪 这也就是说辽宅治义中有部分章节 也是在《辽宗林》在《辽宗林》中完成的 浦松林写《辽宅》 鬼话连篇 心随笔转 且到入神处想来也难免心里发毛 背肌悚然 到《辽宅》上有神明保佑 妖媚退彼三社 浦松林的心里有鬼也不怕 《辽宅》自然也就流传千古 让后代捕风捉影 辽宅风情至今 读过几年书 而不知道有辽宅的 那才真的有鬼呢 谈到道教信仰道教的人很多 但懂得道教教义的 可就凤毛领奖了 而道教深植在世间凡人的印象 其一是炼丹 可以长生不老 其二就是炼武 可以自卫强身 从武侠小说上得知 劳山上的几位教祖 也都是江湖上轰动武林 惊动万教的武林高手 这么一回想 劳山又让人觉得是高手如云 而且深藏不露 我听说你这个套离满天下 你一共守了多少土地 两千多个 听说你这个土地 不带着这个老建 尤其是圈树上的这个工夫也特别好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最闪长的这个圈树是哪几种 我们各区啊 我练的也是少人多的 少人多的 地公啊 长泉 他泉 地龙公 雍昭丽 太极八华什么的 就练了 是是是 看然后我出家去 我就因为我们祖师就练了武当圈 练武当圈 武当圈里边 然后比别的圈 腿多 精致多 实话多 实话多 所以我就练武当的 该是武当的了 大致分哪几种 分三种 三种 哪三种 第一种啊 就是涮公圈 涮公圈 涮公圈是完全用长地儿用劲的 用劲啊 你好别想 啪 啪 嗯 再这样哈 要嘎巴勇 嘎巴勇 哦 你要混着的时候哈 嗯 你好别你身上嘎巴勇着哈 勇着时间哈 嗯 嗯 这时间清除了 清除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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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唱这儿用劲 嗯 零劲 啊 啪 嗯 嗯 它就是零劲的 是零劲的 嗯 所以一种劲圈啊 是钢劲和碳劲 哦 就是死劲变成货劲 哦 就种劲圈 啊 种劲要变成零劲 哦零劲 啊 所以这个圈比较总劲的 嗯 要打死我了 打死我了 你就要一打 吹我走了 走了 哦 噢 哦 到这儿去下这么哈 啪就下 啪 嗯 这一块儿没劲 嗯 这个里头就是个 变得定不过 嗯 这就是 中劲圈 但是高劲圈 是肉劲和气劲 哦肉劲 肉劲和气劲 你啪出来的那个痛 再用劲 哦 哦 有点像台鸡的味道 啊 就是台鸡串的 啊 就是台鸡串的 过来这个样子 哎 他已经啪了 不然说你串 放不串 就串了 啊 啊 啊 啪 啪 啪 嗯 啊 不是劲 不是劲 四辆薄千斤 对了 是确定的 啊 男的倒是要踏实力的 哼 男劲圆就啪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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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劝就打出去了 嗯 所以又就是起劲了 我想你这个 今年这个八十四岁 这个劝绝收劲 看起来就是像 还像是 年轻的三十四岁 二三十四岁这个样 和练功夫又是很有关系 啊 也有关系 对不对 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 访问的岛章 啊 希望你这个身体 永远是那样健康 哎 这个蜈蜈永远是那样健康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热尔 谢谢大家